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仪里为何将脾藏称为苍林之官 在内经当中就有这儿的语言 叫做脾胃者 苍林之官 五位主任 为什么说喝点热西粥对人有好处 就是要五五位气 要保卫气 这也就是说明胃气 脾胃之气 对人体的这种作用 皮的特性喜好有哪些 叫洗造 物湿 也就是湿能够制约着脾气功能的发挥 而且偏燥 干燥的时候呢 脾功能就能够正常地去发挥 北京人在立夏的时候 为什么喜欢吃立夏陈皮饼 其实这个陈皮啊 也是这种 有点偏心 偏温 带点脯 也是要蛀皮来造石头 我说呢 这些饮食习惯 实际上都是跟皮功能密切相关的 《黄帝内经》关于皮藏的认识 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 我们又该怎样认识我们人体的苍林之官 皮 北京中药大学翟双倩教授 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 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第一部之 《苍林之官 皮》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开始说一说《黄帝内经》的皮藏 那么今天我想讲的题目呢 是皮为人体后天之本 在这里呢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说有一个小青年呀 因为跟别人打架 结果把皮给打成皮破裂 后来呢 到医院里呢 去做手术 医院一看呢 皮保不住了 就把皮给摘除了 结果手术完以后 出院以后呢 这个小伙子呢 老感觉全身没有力气 这样呢 就到中医这来看病 见着大夫呢 他就把这症状给说了 这位中医呢 看了看他的脸 看看舌 摸摸脉 问问症状 就给下了一判断 说你这病啊 是中医所说的脾虚 说完以后呢 这个小伙子心里就打鼓了 说中医说我脾虚 我把脾已经给摘除了 是不是我这脾虚就好不了了呢 如果好不了了呢 那我这一辈子以后怎么办呢 思量来思量去 就把这疑惑呢 就跟大夫说了 大夫一听呢 哈哈一笑 说不会的 中医所说的脾虚这个脾 跟西医所说的脾 不是一回事 那么西医所说的脾 脾虚是个实体器官 就在我们的左蕾下边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右蕾下边是肝 左蕾下边那是哪呢 是脾 这是一个免疫性器官 它具有一种什么呢 说滤血 造血 参加免疫活动 是这么一个实体器官 而中医所说的脾呢 就不是了 中医所说脾 我们大家可能有的也知道 是参与一种消化的 这么一种运动 说人的饮食物吃进去了 怎么就转变成 我们人体的这种血呀肉啊 这些东西靠的是谁呢 靠的是脾 那么也就是说脾 中医所说脾 不是一个实体器官 它包含了我们现在 在西医当中所说的 什么免疫系统啊 消化系统啊 神经系统啊 循环系统啊 等等很多系统当中的 部分的功能 所以我们说是一个 功能性的概念 说这个脾被摘除了 可能会影响 某些系统的某些功能 可能在我们中医 脾当中说是可能有脾虚 但是这不是话 等号的 也就是说脾摘除了 西医的啊 并不见得就造成中医的脾虚 而中医的脾虚 跟脾摘除没摘除 又不完全 等同 那么这位大夫也就跟这小青年说了 说你现在呢 脾摘除了 有中医所说的脾虚的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给你开点汤药 你回去吃一吃 过一段会好的 这位小青年一听 这心里才放心 那么我们说到中医的脾 就不得不提到胃 在皇帝内经当中认为呢 脾跟胃是以膜相连 这俩真正的是两个 好哥俩 那么脾跟胃呢 我们讲胃煮什么呢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 煮我们的授纳 能不能吃东西 这是谁的功能啊 是胃的功能 所以老百姓都有一句俗话 说你胃口好不好 这实际上是在问你什么呢 你有没有食欲 能不能吃东西 那么吃下的东西呢 被腐熟 像我们现在说的 跟大锅里在煮东西 给煮熟了 实际上我们胃 具有这样的功能 那么腐熟以后呢 还得被消化了 变化成人体有用的东西 然后再把这些有用的东西呢 输不到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 各个组织 变成我们的血肉 真正的成我们的 有用的东西 这是脾的作用 所以脾跟胃 对于我们人体来讲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 怎么能变成 我们人体有用的东西 是一个重要的器官 因此在内经当中 就有这样的语言 叫做脾胃者 苍灵之官 五位出言 这里的苍灵之官 苍实际上就是骨苍 果然讲就是藏骨的地方 岭是米苍 是藏米的地方 那么你这里也就能看出来 我们的饮食物 成为我们人身的这种什么呢 这种物质 营养物质 靠的是谁呢 靠的就是脾和胃 所以我们在谈脾的时候 就不可能不谈胃 两个要结合起来 一起来谈 究竟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才使得脾被称为人体的苍灵之官呢 宅双庆戒读黄帝内经第一部之 苍灵之官 脾 脾胃被称为苍灵之官 足可见它们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吃进去的饮食 成为我们身体的养料 全靠脾胃的运化 那么脾胃的健康与否 是否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呢 那么脾我们称为是什么呢 是后天之本 脾怎么就这么受古人重视 称为后天之本呢 这一点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说人呀有先天 有后天 所以现在我们也说呀 说我们这人能否长寿 靠的是什么呀 靠的是先天强 后天也强 先天来自于哪啊 先天来自于父母 所以内经当中也提到 说人胚胎呀 是以母为基 以父为顺 基我们讲是基础 也就是说 以母亲的阴血 作为人体的基础 以父为水 水 水 什么意思呢 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啊 认为这个水啊 是栏杆 你看我们农村的院子 都有一个什么呢 拿木头围一个什么呢 围一券 围这券是干嘛呢 是维护着我们家 保护着我们家 对外标志 说这是我的地盘 这个栏杆 就是什么呀 就是笋 这是以父 阳精 作为保护人体的 这么一个炸蓝 另外笋呢 还有一层意思 也就是说 是一个种子 那就说 把母亲比成大地 把父亲 阳精 比喻成什么呀 比喻成种子 所以呢 说胚胎的好坏 一方面 靠母亲的阴血 另一方面 也靠父亲的阳精 因此现在大家也都知道 说有些人 要准备怀孕 要做什么呀 要做孕检 婚检大家都知道了 那有人问 什么叫孕检呀 这孕检并不是说 检查你怀孕 还是没怀孕 它实际上孕检呢 是在干什么呢 是在检查 说我这段时间呀 身体状态好不好 适合不适合怀孕 这样呢 就对我的下代 可能就有影响了 这就是所谓的先天 那么人是否长寿 取决于先天 取决于后天 也有人有过报道 说影响人 长寿的原因呀 有很多 像社会因素啦 环境因素啊 地理因素啊 还有我们先天的 遗传影响因素 但是诸多的影响因素当中 以人的生活习惯 为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也称为 是后天因素 那么后天因素 在人是否长寿当中 占了百分之六十 说明 后天对人是否长寿 是否健康 影响是巨大的 那么在后天影响因素当中 我们的脾胃 尤其是我们的这种吃喝 那么占的比重呢 是更大的 由此你可以看到 古人对脾胃 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在内经呢 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呀 凌人不食饮 七日而死 说这是什么意思 说正常的人 如果你不吃饭 不吃不喝 大概能坚持几天呢 能坚持七天 内经也解释了 说为什么呀 说人的这个肠和胃呀 总共能容纳这种水骨有多少呢 有三斗五升 而每天呢 他以人大便呀 有两次 一次呢 是多少呢 是二点五升 那么也就是说 人一天排出大便 排出水骨排出多少呢 排出五升 这样呢 在七天之后排出了多少 就排出了三十五升 也就是说 把我们的肠胃当工的水骨啊 就都排泄干净了 人体没有水骨了 人可能就要死亡了 所以他说 平人呀 不食饮 七日可能就死亡了 我们说脾胃 在五行当中 是属于土的 那么土的性质是什么呀 古人讲 土源架色 所谓架色呀 就是种骨 收骨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种粮食 收粮食 这就叫做什么呀 就叫做架色 古人认为呀 这个土啊 对人体 确实是太重要了 而且呢 对我们宇宙 也是非常重要的 曾经做过 周游王太史的史博 在谭集呀 这个宇宙形成的时候 就提到这样的话 说先王啊 以土 砸木金水火 而成万物 你看啊 是在多种特殊的物质当中 他想找一个统一 这个统一是什么 就是以土 以土作为最基础的元素 它跟各种元素相互配合以后 才能形成万物 所以我们把土 称为一个什么呢 称为一个浩天之本 对于我们人体来说 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那么说到这儿 有人又说 说那这个皮土 如果它少了或虚了 怎么来判断呢 它这个作用有那么强吗 内经当中 对这个问题 专门有一个解释 内经当中提到一个什么 叫做五须死 五十死 所谓五须死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五十死和五须死 五十就是指什么呢 指脉胜 疲热 腐胀 前后不通 闷茂 这是所谓五十 五须死呢 就是指什么呢 指脉戏 疲寒 气少 前后怎么样呢 泄力 也就是泄力前后 饮食不入 这就叫做五须 它是什么意思呀 五十实际上就是指的 人体五脏 都是食 有邪气侵犯 我们中医讲 叫做什么呢 叫做食症 你好比说吧 说的脉亚比较旺盛 前后也不通 它都是一种什么呢 都是一种食症 五须指的是什么呀 是五脏怎么样 都须了 是一种虚弱的病症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两种 都是非常严重的病了 你想想 五脏都是食症了吗 邪气侵犯 五脏 五脏都被侵犯了 五脏都虚了 精气都不足了 所以都非常严重 因此 那已经把它称为什么呀 五食五须 称为死症 比较严重的 但是这五食五须 就肯定要死吗 也不一定 内经就提出来了 说你经过一段治疗以后啊 如果是江粥入味 经过治疗以后啊 如果我再喝点粥啊 喝点米汤啊 这个时候 如果虚弱 是卸住止 则虚弱 也就是说 我喝点米粥啊 喝点米汤啊 如果说 我不拉了 止住了 怎么样呢 它就有救了 说明什么呀 脾胃之气 恢复了 如果食者呢 说我喝点 经过治疗以后 我喝点粥啊 喝点那个米汤啊 身汗得后力 说身体压 怎么样 就出了点汗 而且原来大便不通啊 现在就通了 这样呢 食者活 也就是说 邪气有什么呢 有出路了 邪气就可以从人体 去除了 当然去除的前提 也是有什么呀 胃气恢复了 一方面是药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脾胃之气的作用 就把邪气给赶出 体外了 从这儿可能你也就看到了 脾胃对人体 对疾病的治疗 它的作用是巨大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在商汉论当中 商汉论可能有的 大家也知道 这是东汉 张忠景 一本著名的著作 现在也是我们中医经典之一 商汉论当中有许多方子 它这方后柱啊 都有一点 特别注意 要搓热吸重 你比如说 治疗感冒用鬼汁汤 喝完鬼汁汤以后 他告诉你要搓热吸重 你要喝点热吸重 什么意思 就是要鼓舞胃气 要保胃气 这也就是说明胃气 脾胃之气 对人体的这种作用 脾胃后天之本 先天和后天因素 一起决定着 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 那么脾 为什么被称为后天之本呢 那么脾 之所以称为后天之本 它靠什么 称为后天之本呢 这里我们就要谈一谈 实际上 主要依靠的是 脾主运化 什么叫主运化 运 我们都知道了 运就是什么呀 输送 腹部到全身 这叫运 化呢 是一种变化 消化 把这些水谷饮食 变化成 我们人体的血肉 终于认为 体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实际上我们吃进去 这些东西呀 怎么就变为了我们人体所需的这些血肉 它的功能主要是由谁来主 主要是由皮来主 中医认为呀 人身呀是一个自组织系统 也就是说 它自身就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所以在内经当中有这样的语言 叫化不可待 什么叫化不可待 化 就是指这种功能 这种造化 这种什么呢 能够把这种水谷 吃进的水谷 变成我们的血肉的这种功能 而这种功能 是我们人体自身有的 不是靠外界给予的 所以你看中医跟西医 也是不太一样的 说西医说这个人 如果血不足 可以挂一个什么呢 吊瓶 里边有血袋 可以输入点全血 而中医是这样吗 中医就不是了 说你这人有血絮 那怎么样呢 吃点当归补血汤 有时候你想想啊 当归补血汤 无外乎就是黄旗和当归吗 这俩药你熬来熬去 你放在瓶子里头 它能成为血吗 不是的 成为不了血 它非得把这个东西 喝进到人体以后 经过痞的运化 最后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作用在我们蝉血的 这些脏腑组织 使人体自己把这个血 给产生出来 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 内经当中所说的 这个化 化是不可替代的 是靠的人身 自己的这种功能 而这种功能 主要靠的就是脾 实际上啊 现在 我们刚才说啊 这个脾胃啊 跟我们这个吃进的水骨 是有密切关系的 实际上现在呢 其实有人理解啊 也有很多错误 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 你比如吧 说有人呢 那个得病了 好多人去看忙他 你一看呢 滴了很多水果 当然水果营养是丰富的 但是什么时间 用什么水果 也是很讲究的 你比如说 这人刚手术完了以后 脾胃正弱 消化能力不强 这个时候 你非得让他吃点 这个西瓜呀 吃点什么香蕉啊 就不是很合适 因为这个香蕉啊 西瓜呀 中医都讲的是一种良性的 那么脾胃功能 不是很健全的时候 再吃一些这些良性的东西 可能就不太有利 还有的儿客 说小孩发烧 烧刚刚退以后啊 这家长特别心疼 说他呀 发烧 发这么长时间了 好东西也没吃着 好不容易好了 我赶紧带他去补育补吧 结果吃点什么 麦当劳啊 肯德基啊 这种大鱼大肉的一吃 又发现什么呢 小孩烧就起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 其实这也正是内经当中 所提到的 内经当中讲啊 叫做热病烧育 食肉则负 多食则移 也就是说 经过发烧这些病变的时候啊 这个以后啊 造成什么呢 脾胃功能是虚弱的 在脾胃功能虚弱的时候 你再多吃一些东西 脾胃消化得了吗 消化不了 你在吃一些肉类的东西 脾胃能不能消化 消化不了 这个时候 这些不被消化的东西 再加上 你那鱼血还没有去除 两热相隔 结果这个病 或者是复发 或者是什么呀 病成就疼了 可能就很难好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是要注意这种情况的 在临床上啊 有时候也能碰到这样的病人 说有人得的是肾炎 结果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点水肿 说眼泡也肿了 这个脸也比较胖了 小腿 尤其是这个颈骨前 你一摁呢 可能又有个坑 这个呢 我们说是肾炎水肿了 按中医一看呢 是一种什么呢 他告诉你 脾虚失胜 有时候病人不太好理解 说我得的是肾炎 你怎么说我是脾虚失胜呢 实际上这里有这么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中医所说的这个肾 跟你西医所说的那个肾 不要给他完全的画等号 不是说西医所说的得肾炎了 就是中医所说肾一定有毛病 说中医所说的这个脾虚失胜 是怎么样呢 是那些水液不能变化成精液 腹不到全身了 它聚集在一起了 所以呢 中医讲叫什么 脾虚失胜 这是根据症状得来的 说到这里 我可能要提一句了 也就是说 脾虚运化实际上是产生了我们人体很多气 是不是这样呢 吃进点水谷了 变化成什么呀 营养物质了 产生了很多气 而这气又有什么作用呢 所以啊 内经由认为 脾的功能 在脾虚运化的基础上 还有两项重要的功能 一项就是脾虚铜血 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有些人经常碰到 或者是也有人发生 这个鼻子呀 一碰就出血了 有的呀 早上起来一刷牙 牙齦就出血了 还有的人呀 稍微的胳膊腿呀 碰你到哪儿 哪儿有一块清 可能西医就说了 说你血小板少了 中医怎么说呢 中医就认为 这个时候主要是谁呀 主要是脾不足了 产生的气不足了 这个气呀 裹不住这个血了 尤其是有些这个 鼻尿的 鼻子出血的 有的是热 那么有热的 我们是应该清热 其实这一点最多见的 就是女子 女子来月经 有的时候是 经期时间呀 比较长 血呢 比较多 有的时候 中医称为什么呀 是崩落 这个时候 我们多用些 补脾气的压物 是可以走下的 另外呢 脾还有一种功能呢 就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 鼻煮生提 可能有些人 见到过这样的人 说吃完饭以后啊 全身是没劲 还有的人呢 吃完饭躺那 就能睡着 有的人坐那 就能睡着了 这是说什么呀 我们都知道 一吃完饭以后 血液都怎么样 都集中到脾位 不能够上乘到哪啊 不能上乘到 我们的脑啊 心呀 这是正常现象 可是严重呢 是什么呀 如果脾气怎么样呢 不足的话 它不能够把这些 精微的营养物质 上书到我们的头啊 我们的这个心呀 这就造成 人疲乏无力 人就犯困 没有精神 这个时候 实际上 我们用一些 健脾的药物 补脾的药物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说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的脏气呀 怎么样呢 有的是有点下垂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有地球引力 所以我们那个脏气呀 实际上应该是往下走的 但作为一个人呢 他是一个正常的 是一个有正常生命体的嘛 我们的正气 是要把这些脏气怎么样呢 是提高到它的正常位置 才能发挥它的功能 而人体把这个脏气 提高到正常位置 不让它下垂 这个力量是谁 这个力量就是脾 所以我们说 脾主生青 一方面 是把我们的饮食物啊 向外 向上发送 另一方面 就是让我们的各个脏气 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上 不让它下垂 所以在内经当中 又提出来 叫做什么呀 叫做对于脏气下垂的啊 叫做什么 叫做气虚者 亦撤隐之 这撤隐 就是牵拉向上 用什么方法 牵拉向上 就是用补匹的办法 补匹气 贱匹 来去怎么样 来去牵拉的 像我们所说的 有胃下垂了 什么子宫下垂了 什么脱缸了 等等 基本上都是这样 我在说眼的时候 也有人有个症状 是什么呢 上眼皮 抬不起来 老是下垂的 我们说 这个上眼皮归谁啊 这不是约素吗 这个约素归谁啊 这不是就是脾位吗 上眼皮抬不起来 这就是脾血 不能够生青 不能够上台 所以这个时候 可以用一些 补中力气汤 健脾 和皮 补气的药物 去进行 质量 一个充满智慧的神秘作者 如何成就出 识破天经的兵书之手 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 又是怎样改变着中国和世界 两千多年的军事思想 与众不同的全新解读 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 系列节目 马骏品读孙子兵法 百家讲坛 近期隆重献影 期待您的关注 其实 脾胃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 就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且听翟双庆教授 继续解读苍礼之关 皮 那么我们说 上面也介绍了这么多 实际上我们说 皮为后天之本 一方面 依靠的是什么 是皮主运化 在皮主运化的基础上 又有什么 皮同学 皮生庆 但我说了半天 皮为 实际上大家也能听出来了 跟谁关系最密切啊 这不是就是吃吗 跟吃的关系最为密切 那么也就是说 你吃的如果好了 你后天之本可能就能好 你皮胃就能好 如果你吃的不好了 有问题了 可能我们皮 就要出毛病 所以你看中国人一见面 经常打招呼怎么打 先问你 吃了吗 说明一个什么 说明中国人对这个吃啊 是很讲究的 很重视的 由此你也可以看到 对我们脾胃是非常重视 你比如我们说啊 说吃一些肉 尤其是一些猪肉啊 什么的 肉比较肥腻 你看我们炖肉的时候 红烧肉的时候 往往要割一些 什么打蒜啊 什么葱啊 什么姜啊 还有那些什么桂皮啊 八角啊 割这些东西干嘛呀 这些东西很多都是要行器的 也就是说让他行器 制约他那个什么呀 逆行 制约他那个逆行 这也是一个比较良好的 这么一种生活习惯 有些人得到说到四川 说四川呀 这个地儿啊 又湿又热 经常观察到这么一个现象 说大热的天气呀 人冒着汗 在那吃着火锅 而这火锅里的呀 是又辣 红辣椒漂了一层 里头还有很多什么呀 还有很多的花椒 有人称为叫麻辣火锅吗 有些人就纳闷了 说本来天那么热 出了那么多汗 你反而吃更热的 辣性的东西 麻性的东西 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因为四川这边啊 比较潮湿 所以人类的人生活习惯呢 形成了一什么习惯呢 吃一些辣的 吃一些麻的 来造湿 来行器 也就是说以辣 以麻 来制约这个湿气 因为中医当中 非常强调的一点 说脾呀 它有一个特性 叫什么 叫洗造 物湿 也就是湿能够制约着脾气的功能的发挥 而且偏燥干燥的时候呢 脾功能就能够正常的去发挥 还有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呢 人比较喜欢吃土瓜 这个苦瓜 实际上它是苦性的嘛 苦也是来造湿的 也是来造湿的 所以内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语言 叫脾苦湿 即食苦以造之 也是这个意思 用苦来造这个湿 去除湿气 使得脾的功能更加的健全 北京呢 实际上也有这么一习惯 说立夏以后啊 也有一个习惯 叫做什么呢 叫做要吃立夏陈皮饼 其实这个陈皮啊 也是这种 有点偏心 偏温 带点苦 也是要助脾 来造湿的 我说呢 这些饮食习惯 实际上都是跟脾功能 密切相关的 既然已经人类形成了 我们要应该把这些习惯 保持下去 说到这儿呢 我也想提一下 内经当中呢 对于吃是非常讲究的 说养生养生啊 其中一个重要点 就是要在吃的方面注意 因此在内经当中 也提到 说上古之人呀 怎么样呢 他们其之道者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叫食饮有节 什么叫食饮有节 也就是说 我们吃啊喝呀 都要有节 节 可以理解为节制 你也可以理解为规律 首先一点要节制的 吃东西呀 不要过饱 过饱都不好了 说那应该吃多呢 应该吃七八分饱 也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我们现代人呢 经常吃多了 好比说一有自助餐 说这个自助餐 好像吃不够的话 怎么样 本回不来 哎 可能就吃多了 有的时候有点什么呢 有点商务的请客 哎 吃的比较漫长 一漫长以后怎么样 吃就多了 一边谈声一边吃嘛 吃完了可能就吃多了 另外还有人 有些人有点什么生活习惯呀 爱吃急饭 吃快饭 你别看吃这个快饭 吃快饭往往能吃撑了 实际上呢 我们说我们开始吃饭的时候 到我们反映到大脑性上 说这人吃饱了 不再吃了 需要多长时间呢 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有些人二十分钟之间 就把这问题全给解决了 吃完了 很容易吃多 那么吃撑了以后 对脾胃 这个后天之本 有好处吗 肯定会有不好的东西发生啊 所以有的就造成什么呀 胃胀啊 胃疼啊 哎 还可以产生一些其他的疾病 像一些肥胖病啊 像一些什么高血压呀 心脏病啊 可能慢慢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不要暴饮暴食 饭量一定要有节制 另外一个节制 就是要注意 说我们吃饭的这个时间 人类在进化当中 形成的这种规律 就是什么呀 早 中 晚 三餐 这个三餐是有它的规律的 是有它的道理的 所以这个规律 我们一定要也坚持好 另外还一个 也就是说 吃的东西 不要过于热 也不要过于凉 有些人爱吃冰冷的东西 你想想啊 胃是挺热的 跟我们体温是一样的 三十多度 这个时候 你往里搁点大冰块 那么这个脾胃 它的作用能好得了吗 可能就会好不了 也有些人呢 爱吃热的 我也见过这样的人 说那个饺子 小锅煮的饺子呀 就愿意吃头几个 因为头几个饺子热呀 烫呀 使劲在那吃 吃三四个饺子 这一锅都不吃了 就要等着下一锅再吃 结果什么呀 结果把我们的食道啊 把我们的胃啊 都给烫伤了 这也是不好的现象 所以古人一再提出来 我们的饮食要有节制 这样对我们脾的这个后天之本 才有利 使它的功能可以正常的发挥 这也就是我们后天之本 让后天之本怎么样呢 发挥它的力量 保证我们生命的正常进行 我也希望呢 大家呢 保护好我们那个脾胃的 后天之本 人人都健康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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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